欢迎来到TGN Star News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大言不惭 疑似王一博内部资料被泄 多平台路人分5000多万 陈情领收官后 主演笑战 王一博成为圈内顶流已是不争的事实 尤其是在经过近两年的发展后 两人的人气和热度愈发高涨 甚至内于先有能与之比肩的人物 不过要说到笑战和王一博两人谁的流量大的话 想必不少吃瓜群众都是心中有数 众所周知 笑战因为227事件在圈内了沉寂了大半年的时间 本以为经历了这件事之后 笑战在圈里的发展会非常困难 最不及也是会受到影响的 谁知道人家付出之后 各种资源依旧是应接不暇 发展有条不紊 甚至是在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内就重回顶流 反观一直没出过什么事的王一博 虽然也是圈内顶流 但在一些榜单中 王一博总是被笑战力压一头 人气和热度比之笑战也是差了一大截 同样是凭借着陈情领在圈里走红 而且王一博的微博粉丝比笑战高出了1000多万 这么大的优势却是连几份榜单都胜步了 这也不由得让人好奇王一博的真实粉丝数究竟有多少 近日 有网友曝光出疑似王一博团队给国内某通信运营商的PPT 在网络上引起了吃瓜群众的关注 PPT中有一张有关王一博粉丝架构的照片引起了吃瓜群众的热议 照片中详细列出了王一博的粉丝组成 从战结粉头到路人粉足及扩散 可辐射超5000万用户 从照片中可以看到 该PPT表示王一博的战结 粉头有500至1000人 核心购买力粉丝有22万家 活跃粉丝200万家等等 初看这样的照片想必不少吃瓜群众都没什么具体的概念 甚至还有不少人会觉得王一博作为圈内顶流有这样的粉丝表现也是正常的事情 事实上 此照片一出就受到了吃瓜群众的质疑 有网友表示根本就没有那么多愿意为他花钱的粉丝核心购买力粉丝22万家 内与顶流能有四五万真心十亿为其花钱的粉丝就算是顶破天了 如果真按照PPT中所说的那样 那王一博超越校战基本上是板上钉钉的事 而且该通信运营商给的1000万任务也不至于支解锁十几二十万啊 最为有力的一点就是 如果真如PPT中所展示的那样 王一博的活跃粉丝数有200万家 那其微博转赞评 短视频等社交平台的数据岂会连200万都突破不了 尤其是多平台路人粉5000万家这样的噱头 平常粉丝吹嘘一下也就算了 难不成社交账号上有多少粉丝数就真的有多少粉丝了 对于这样的事 想必但凡有点智商的人都不会相信 结果王一博团队还敢大言不惭的给自己贴上这样的标签 就不怕一笑大放吗 老实讲 虽说王一博的人气和热度算不上内于顶尖的 但也是数一数二的啊 忠实追随的粉丝可能没有效占的那么多 但也绝不少 与其他人比起来 王一博依旧是一座高不可攀的大山啊 有这样的成绩不管是粉丝还是团队都应该知足了 没必要搞一些假大空的东西啊 感谢您观看视频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以支持我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